音乐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隆重介绍一下 谷歌在用OKR的时候 它是怎么来用的 谷歌OKR用了19年 姚老师总结出它的六大特点 这个六大特点就是精髓 咱们好好把这个六大特点学会了 我们也就可以开始回去用了 好第一个特点 在谷歌大家知道的 从成立的10个人到现在的7万个人 谷歌OKR用了19年 人人在用 所以姚老师说一句口号好不好 就是OKR你值得拥有 如果我们企业的每个员工 基本上如果是白领的话 我们其实是人人可以拥有 人人自定什么 可以自定OKR 为什么 人人有OKR了之后 大家目标和目标之间就可以一致了 就可以对齐了 个人OKR对部门OKR 部门OKR对公司OKR 公司OKR对什么 对公司赞的对不对 好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好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特点就是OKR强调的是聚焦和优先级 叫Priority和Focus 所以呢OKR其实不要太多的 好我们以谷歌的频率季度作为什么 作为例子 在谷歌一个季度里面 它的O不要太多 O两到五个 五个其实有点多了 一般在三个左右 两到三个左右就可以了 O就是你的目标不要太多 好那么你的KR呢 每一个O一般我们建议用四个KR去支撑 当然你写三个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KR我们一般建议是两到四个 姚老师一般说一拖四 一拖四就是一个O拖四个KR 我们通过四个KR来支撑一个目标的实现 好基本上从数字上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有一家公司学了姚老师的OKR特别兴奋 特别努力去做 然后就说我一个季度要有五个O 你会发现五个O有点困难 其实完不成最后 一个季度下来完不成 好所以你要考虑到你的时间和能力成本 好你要控制一下 把最重要的O选出来 然后去找他的KR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特点 好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Smart 我们从KPI开始讲Smart 讲到现在 终于要把这个Smart重新什么翻出来了 好我们的O和KR这个上下结构里面 那个KR关键结果一定要Smart 记住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一定要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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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Smart怎么办 退回去重写 现在姚老师辅导好多企业 好多人学完之后开始写 教给我看 我看不行的 我都给他标出来 退回去重写 你这个KR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数字 没有结果 那么KR必须Smart 那那个O呢 就是目标呢 目标 姚老师这里给大家灵活一点 好吗 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定性 也可以定量的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定性啊 定性就是没有数量嘛 对不对 定性比如说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 可以吗 这个就是定性 那定量呢 定量就是公司销售额达到20亿 好 所以O我们比较什么 比较灵活 目标是定性定量都可以 根据目标的性质 那KR每一个KR都必须要什么 量化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特点 好 我们讲第四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 其实也是什么 OKR的精髓 就是OKR在谷歌 它一定是有野心和有挑战的 好 什么意思 在谷歌用OKR是实现0到1的突破 就是做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好 是创新 0到1的突破 另外呢 谷歌现在对业务的要求是什么 都是10倍增长 什么叫10倍 10倍是指数级增长 正常增长多少 10% 20% 那你怎么样才能实现10倍增长呢 你肯定不是用现在的模式 不管你是商业模式也好 产品也好 你肯定需要一种什么 颠覆式创新 这个颠覆式创新 就是0到1的什么突破 你能做到吗 好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才是OKR的精髓 我们鼓励每个员工 要突破自己 要创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创新这个中心 他特别愿意用什么 用OKR 这是他的一个精髓 好 那么第五个特点和第六个特点 就是他的一个展现形式 因为OKR是透明的 所以呢 你的OKR写完之后 你要什么 发布出来给全公司的人都看 你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啊 通过一些平台来展示 全透明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透明 因为透明以后 别人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对吗 别人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 好 让别人知道你的工作 知道你的目标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你会不会有压力 大家想一想 OKR透明 你就把它想象什么 想象朋友圈OKR 你在朋友圈里 晒不晒东西啊 你晒不晒美食啊 晒不晒旅游啊 晒不晒自己的美好生活呀 晒了对不对 你看了别人的朋友圈 有没有压力啊 你在加班 别人在马尔代夫度假 你在学习 别人在美食 你看完之后怎么样 有压力 有压力之后怎么办 你就会产生动力 所以在谷歌 OKR全透明 就是让你知道 你跟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 关起门来 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出去看看 别人怎么样 优秀的人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彼此什么 彼此PK 大家看看 哇他怎么这么优秀啊 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比如说华为的员工 华为的员工用OKR 他把自己的OKR登录以后 他就看别人的OKR 哇我的这个同学 一起进来的 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这个就受刺激了 对吧 受刺激以后 他就会把自己的OKR 变得更加什么 更加有挑战一点 所以透明 分享会让OKR变得什么 变得更加的挑战 另外一个呢 OKR是有打分的 打分呢 什么呀 打分也是可以分享的 也是透明的 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就是 谷歌OKR的六大特点 好 那这个六大特点里面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哪几个是重点 第一 透明是重点 因为这是未来组织 敏捷组织 它必须要的 不能什么事情都不让你知道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是老板知道 领导知道 那啥活都你领导 一个人去干就可以了 好 我们要人人都知道 当然商业机密除外 好多人担心商业泄密 我们的OKR在透明的时候 是可以选的 有些是商业机密 你就不要透明了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就是什么 一定要有野心 赛出来的欧 赛车路的目标 都是要非常有挑战的 非常有难度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信心指数 就是你的完成度 你有多少信心 如果你有一半的信心 就是50% 所以这个OKR 什么样的OKR 它是有挑战的 我们先说欧 信心指数在50%到80% 这个咱们凡登读书会上 OKR工作法里有提到 大家去学习一下这本书 有提到 你要敢于把 只有一半的什么 信心的目标放上去 然后你去什么 去奋斗 当然在谷歌的话 也分两种OKR 一种叫承诺性OKR 必须要做到 还有一种叫挑战性OKR 是什么 是可以什么 去突破自己 即使失败的话 也是可以什么 接受的 再强调一点就是 OKR的打分 我们建议不要跟什么 年终奖 还有呢 加薪 不要直接挂钩 这样去什么 减少员工的压力 也避免员工变得比较 为了金钱而变得什么 比较扭曲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举个例子吧 在谷歌 他们的OKR是怎么做的 我们举的例子 谷歌的OKR 是谷歌的一个经理 叫Rick Cloud这个人 他写的OKR 为什么他的OKR 在网上大家都能看到呢 因为Rick在2013年的时候 有出来做分享 谷歌是怎么用OKR的 他分享之后呢 就被拍录像拍下来了 大概有80分钟的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呢 就被上传到网站上 结果呢 哇 全球就爆发了 有几十万的点击量 就是因为Rick 感谢Rick 所以全世界知道 哦 谷歌在用OKR 然后大家开始疯狂的一个学习 好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Rick的OKR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看他写的怎么样 然后看看符不符合 咱们的这个要求 好不好 我跟大家一起来过一下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OKR 第一个他写了一个objective 写了一个目标 叫加速博客收入的增长 好 这个O大家知道 这是销售额 对不对 那这里为什么没有数字呢 它不是应该增长多少钱吗 啊 销售额达到多少吗 那Rick他是负责什么 Rick是负责blog 就是博客 博客这个东西啊 在之前谷歌收购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 公益的 免费的一个东西 它不赚钱 好 那被谷歌收购之后 谷歌希望博客能够挣钱 所以呢 Rick就设了这样一个 新产品 开始什么 尝试挣钱 这样一个O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定性的O 没有量化 没有关系 是可以的 那重点接下来 我们看看他的每一个KR 够不够Smart 就是符合姚老师的要求 我的Smart要求很高的 所以我来检查一下Rick写的符不符合要求 我们先看第一个好吗 好 第一个是向所有用户放置盈利广告的栏位 Smart里面Smart都符合吗 我先说明一下 这里的所有的KR都是没有T 没有时间的 没关系 因为谷歌它是什么 输入系统的 输入系统以后 如果没有时间就默认 本季都默完成 好 所以这个T我们就不讨论了 还有一个是挑战性和相关性 因为我们不太熟悉它的业务 所以我们不讨论 我们主要讨论两个 第一 够不够S 就是够不够具体 第二 讨论M 就是是不是可衡量 在这句话里 具体吗 具体就是 你看啊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你跟说 杨老师我知道了 这句话里面 我看出来他在干啥了 他就是在给用户放那个盈利广告的栏位 好 这件事情非常具体 那么可不可以衡量呢 有学员说 这个不能衡量 里面没数字 我提醒一下再看看 里面有两个中文字母 其实是类似数字了 哪两个字啊 所有 什么叫所有啊 所有用户就是100%的用户 所以量化是在这里了 所以第一个呢 OK 我们可以通过啊 它是什么 符合SM原则的 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其实写得非常好 我建议大家的KR关键结果 照着这个方法写 前面写增加广告组通道 就是你在做什么 后面写提高RPM百分之多少量化 也就是说你在KR写的时候 前面写一个what你在做什么 或者是how你怎么做 后面呢你要写一个做到how many 做到多少结果 所以它什么 它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表达 通过做什么什么 达到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么写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 我们给大家一个写的一个公式 好 所以这个通过没问题 第三个呢 也OK啊 启动三个收入调查 量化了没有 三个当然量化了 那做这三个调查的目的是什么 他后面加了一句话 对不对 就是你要研究一下 什么驱动了收入的增长 好 所以这个也是前面我要做一件事情 后面我想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我写在上面 好 最后一个 为了完善博客广告网络的研发 我们要确保Q文工程师的配置 在这句句子里面 确实你就看不到数字了 好 这个呢我们建议啊 配字后面 配字就是什么 就是招人嘛 对吧 好 所以我建议你配字后面放五个人 就是我们到Q文的时候 我们要有五个人 好 这样子就更完善一点了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略克的一个OK啊 我们来看他整体写的还是什么 还是比较量化的 啊 还是比较不错的 当然偶尔呢 有时候会什么 会漏掉一些数字 也是有可能的 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第二个OK啊 第二个OK啊 写的还不错了 我们看一下 哦 博客流量百分之多少的可持续增加 所以前面讲的是挣钱 他不太确定 所以是定性 那现在这个欧是什么 定量的 对不对 因为流量的增加是非常清楚的 啊 博客流量的增加 好 我们看看他的KR KR1 关键结果1 增加三个功能点 好 以什么怎么样 好 所以三个功能点是什么 三个功能点是量化的 也很具体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呢 提高博客对404页面的处理 好 我们要延长用户在战时间 多少 我们要提高多少的浏览量 页面 好 所以这个也很量化 大家可以看到 我要做什么 我最后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什么 浏览量方面的 好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三个欧 大家看一下目标 叫提高博客的生育 什么叫生育啊 生育能量化吗 生育呢 就跟知名度一样 不太好量化 所以欧 好处是什么 不量化没有关系 我们通过KR来去什么 实现它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一共有五个KR 好 我考验一下大家 这五个KR你来做做看 能不能做出来 就是它符不符合SMART原则 好 第一个符合吗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看数字 里面有没有数字 你看到哪个字啊 哦 三对不对 你看到三了 在三个业界大事件中发生 就是演讲 以提高什么 领先地位 所以这个三就是量化 你一定要做三次 我才知道你是完成了 所以这个可以 对不对 符合我们的要求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大家就发现 有点问题了 他用了两个字 叫协调 协调博客十周年的 公关工作 协调两个字 看完这句话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可能你不太清楚 协调不知道具体在做什么 你要跟领导汇报 报告领导 我主要做协调工作 领导说 具体说一下 你说具体主要是协调了 协调 领导说我知道了 没干啥 在混了 所以如果你是协调 一定要具体说出来 你协调了什么 我来改一改 协调博客十周年的 公关工作都好 后面加一句 接待全球一百个记者 这就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好 第三个呢 找到博客访问量 排名多少的 我要去拜访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具体 所以这个是符合要求的 第四个呢 第四个大家看到 这句话里面没有数字 对不对 没有数字 它是去完善一个数字版权的处理程序 就是做一件复杂的事情 然后呢 通过做这件事情 消除音乐板块被取缔的风险 那这里面你说 姚老师这里面没数字 怎么量化 好 确实有些工作 我们不能量化 在这些工作不能量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退一步 大家还记得我讲smart的时候吗 我们退一步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时间节点来量化 也就是说 你处理这个程序 你告诉我 十月底必须要完成 或者年底必须要完成 也可以 我就不让你有其他的量化 因为这个不太好量化 我们用时间节点 作为一种衡量 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是一个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在推特上增加blog的功能 可以吗 非常具体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这部分前面写得很好 后面有两个字 就不太符合我们的 什么量化要求了 叫经常两个字 大家一看经常 领导问你经常做 你说领导师的 我经常 领导师说多久一次 一年一次 每个人对经常的定义 是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建议在KR里面 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副词 经常常常偶尔总是 对不对 我们建议大家用什么词 评律词 每周一次 每月 每季度 好吗 这样是会比较好 还有呢 我们建议大家用什么量词 对不对 一次两次 一个两个 这个是符合量化的标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谷歌三个 Rick的三个OKR 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写的还是不错 有个别地方 还是需要什么 纠正一下 好 三个OKR写好了 季度初写好 写好应该跟领导沟通一下 领导说加油 去干吧 对不对 做得不错 好 那到了季度末的时候 什么 要打分了 对不对 我们之前说过了 打分自己给自己打分 打分当然你得有个统一的标准 在谷歌打分标准是 一分是标准 好 这个是从英特尔传过来 都是一分 一分的标准是什么 一分的标准是出色完成 哇 好棒 非常有挑战的目标 你完成了得一分 非常不容易啊 所以如果你的OKR全部都是一分 在谷歌经理不会表扬你的 经理来找你了 小王啊 你的分全是一分啊 这么牛啊 就算这么牛 下个月翻倍吧 是不是 如果在谷歌都是一分 证明你什么目标太简单 所以这个大家要思考一下 在谷歌大家都不敢都是一分了 在谷歌一般是什么 0.6 0.7左右 就是非常有挑战的目标 我经过努力 虽然没完成 但是我做了个六七成 这个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吗 所以0.6 0.7之间 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如果你得了0.3分呢 那说明什么 有问题了 你没完成 你得了0分呢 那你压根就没干 所以姚老师给大家建议的 谷歌的打分方式 大家可以用到企业里面 我们分四档就可以了 好吗 我再说一遍 一分出色完成 0.7分 完成的差不多 几乎完成 但是呢 可能有些没完成 0.3分 没有完成 0分 没有启动 用这四个分数来打分就可以了 再次强调 这些分数 不要跟什么 不要跟年终奖挂钩 不要跟什么 加工资挂钩 千万不要这样 一分 一千块 0.8分 八百块 千万不要这样 你把自己搞死 好 那么这些分数呢 我们什么呀 我们是来做记录用的 记录什么呢 我们让员工自己记录 我们其实记录的是什么 第一 记录的是工作进度 对不对 自己给自己打分 第二 记录的是什么 工作质量 是不是 第三 记录的 其实是自己的期望值 我在企业里面 我们员工评分的时候 也非常令我感动 员工会这么说 这件事情 我虽然做了 但是呢 最后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或者最后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没有达到领导的期望值 所以呢 我给自己扣掉 0.2分 所以变成了0.8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它是对什么 打分是对工作的一种什么 直接的一种记录和评估 所以大家不用为了分数而分数 再说了 这个分数是什么 是自评 自己评的 好 我们来看看 Rick是怎么给自己打分的 这个第一个案例 我们说过的 我们现在来给他打分了 当然这个是他自己打的 好 打分 大家要强调一下 打分 打的是什么 KR 每一个KR要打分 你有四个KR 就有四个分数 我们的O是不打分的 O的分数来自哪里 O的分数来自KR的平均分 在谷歌是KR的平均分 在我们企业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给今日 今日头条培训 他们是有权重的 所以每家企业 它会不一样 这个可以自己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向所有用户 放置盈利广告的栏目 一点人分 非常棒 出色完成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增加广告组通道 以提高IPM百分之多 这个只得了0.3分 说明什么 说明没完成 那我们又学员问了 杨老师 这个没完成怎么办 我们说了 不扣钱的 因为这个跟钱没有关系的 但不扣钱 员工会不会不重视啊 虽然在OKR里面 这个0.3分是不扣钱 但是因为0.3是没完成 所以你在复盘的时候 什么 要向领导 要向同事来说的 我为什么这个没完成 原因是什么 我下次什么 怎么改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吧 0.3分 OKR打分不合格 主要用来复盘 反省用的 让自己做得更好 好不好 好 下面两个 一个是0.7 一个是0.8 说明什么 可以接受 因为如果一个目标 非常有挑战 只有50%的信心 只有80%的信心 它是完全有可能 没有达到100%的 好 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好 四个KR的分数都出来了 那我们的O的分数就出来了 在谷歌我刚刚说了 是平均分 0.7分 0.7分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如果你的目标 都是非常有挑战的话 好 在这里 我们要强调一下 O和KR之间 什么样的OKR 才是真正高质量的OKR呢 简单说一句话就是 如果你的KR都完成了 你的O完成了 就说明非常有挑战 那写的不好的OKR 是怎么样呢 KR全完成了 KR1完成 KR2完成 KR3完成 KR4完成 报告领导 O没有完成 那你在干啥 领导问了 对不对 好 说明你写的不对 你的O是朝这个方向 你的KR是这个方向 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一个高质量的OKR 应该是KR1234完成了 O就完成了 所以在撰写的时候 你要注意 第一 KR1234 每个KR要有支撑性 好不好 第一首先是支撑性 第二为什么写四个呀 四个的话 你就要优先级了 最重要的方法 是第一个 按照优先级来写 1234 还有呢 KR是什么 KR是你实现O的路径 方法 手段 办法 所以这KR你要什么 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 能写出KR的人 说明什么 工作有思路 工作有方法 我曾经有开玩笑 学员说 姚老师 我写不出OKR怎么办 如果一个员工 对自己的工作 都写不出OKR 那就回家待着了 对不对 你对自己工作 都不清楚了 好 还有呢 如果你的O是一个项目 你可能写成一个项目 那你的KR是什么 KR就可以写里程碑 好 如果你是一个project KR你就可以写A 第一阶段做什么 第二阶段做什么 第三阶段做什么 第四阶段做什么 对不对 这个对我们支撑部门 比较有用 我们支撑部门 好多都没有指标 但是我们都是在做项目 你可以用时间节点 9月在做什么 10月在做什么 11 12在做什么 但是在这里面 你写做什么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结果写出来 你不能就说我做了什么什么 结果是啥呢 好 所以我们的每个KR都要有什么 输出 再次强调一下 每个KR要输出 output 要有结果 这个结果 要么是个报告 对不对 要么是分数据 好 要么是个什么指标 它有输出 这就是领导想要的 你不仅仅要讲我做了什么 还要讲我通过这个做 取得了什么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好 所以呢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学习 大家能够写出高质量的OKR 能够出色的来什么 完成任务 感谢观看